你不让他去啊 两拖都在这了啊 黄金虫到最后面 会有一些特异功能吧 就是比方说如果我们拍二的话 黄金虫如果我们拍二的话 哈哈哈哈你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设计 好吗你想得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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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打架模式 不不不黄金虫如果拍二的话 真的就可以把这个黄金虫啊 就像真的就是我们第一层是现在我们这种水平嘛 这是第一季的水平 第二季黄金虫是什么 就是真的就可以看破比方说导演你要打我 你是想蹦一拳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叹叭叭叭叭 然后可以把你打上 因为这个本来在这一趴当中有 为什么没有啊 但这一趴一旦写在这个 好 前面的故事 他现在没有一个合理的 比如像你说我又一次 我贪了不行了 这事也行 就比如说你能就这一招 准备我五个人 我现在预备一个第六个在这 就够废了 对 一样是这样的法 就是合理的 对然后就可以练吧 就像我这种也行 看着比方说我现在困住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就去到外太空去火箭上 就以后我就想练了 就像中午空一样穿那种铁球 在身上挂铁球去练 练那种身体的抗压能力 然后回到这里要保护地球 保护生物 然后保护什么色的和 多点啊 你说的这个可能得到五 到五 五 就算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